已经把这个图表展示出来了 但是展示的数据呢 其实是不对的 这节课我们希望呀 能够把真正我们爬取出的内容展示出来 这块 我们其实就要是 对这个getOption返回的内容 做一些修改 首先我们说 这个表格 它的表头呢 我们应该叫 课程在线学习人数 保存 然后当我改了这个配置项之后 再到页面上刷新 OK 它就会变成课程在线学习人数 我们再往下翻 这个Legend的配置项 对应的是上面的这块的筛选项 这些筛选项 那它是从哪来的呢 首先我要把这块所有的数据拿到 才知道怎么去生成它 所以在componentDed Mount 这个生命周下函数里面 我们再去写这样的一个阿甲克斯请求 请求哪呢 请求的是收data这个接口 然后如果有data的话 我们就把data打印出来 这块我们这么去写 如果res.data.data存在 我们就console.log一下 res.data.data 这块呢 我们说我们要看一下后端接口改不改 所以到我们的后端代码里面 找到src目录下的controller 下面的crawler controller 下面访问api的时候 下面的showdata的时候 它是一个get请求 它会把我们要的数据返回回来 没问题 我把后端的代码关闭掉 这块不用改了 我们试一下啊 能不能把对应的数据打印出来 回到浏览器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object已经打印出来了 它是一个对象 那k值呢 是时间戳 value呢 是一个个数组 数组里面 每项包含title和count 这两个具体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这么来写我们的代码 在这里啊 我来定一个什么呢 来定一个叫做data这样的一个内容 它的类型呢 初始值是一个空对象 但如果这么去写 大家把鼠标放到data上面 你会发现 它在type script里面 类型就变成了空对象 实际上未来啊 我想往data里存什么呢 当我的数据获取到之后 我想通过this.setstate 让它等于res.data.data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啊 保存 然后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在未来 我们想在getOptions里面 去用这个data的时候 我们会这么去用 const data等于this.state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data的类型 它是什么呀 它是一个空对象的类型 那么如果是空对象的类型 我们想对data里面的一些东西 去做操作的时候 它是没法给我们语法提示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这么去写 最好给data一个 非空对象的一个具体的类型 那怎么去写啊 我们这么去写 const data 或者说interface 对吧 它里面的应该包含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拿到的这个数据啊 收data获取的数据 它是一个建制对 所以k值 streen类型 首先它是一个对象 那它里面的k值 应该是一个streen类型 而对应的value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呢 value是一个数组 对吧 它里面包含这样的一些项 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 再定一个interface interface 叫做什么呢 叫做courseItem OK 这块呢 我怎么去写 它返回的内容 应该是一个 courseItem的数组 当然courseItem里面 还应该包含一个title 一个count 它的streen类型 OK count是一个number类型 保存 然后我data的类型 在这 怎么去给它呢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state的类型 应该是data这样的类型 好 当然这么去写是有问题的 因为state它不是data 这块其实我可以改一下 这块叫一个state 然后里面具体的data 它的类型是什么呀 它的类型是一个对象 里面是这样的一坨东西 好 但是它上面还有有什么 这块我们要改成state 还有有loaded 也要给它的类型定向 是一个boolean类型 basedlogin 也是一个boolean类型 这个时候你就要 声明一下这个类型了 OK 保存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在下面去调用这个data的时候 大家来看data点的时候 或者呢 如果我们现在 先不去定义这个state 这样的一个接口类型 我们也不去用它 我们看一下 后面会出什么样的问题 回过来 再讲写它的一个必要性 这块我也注视掉 我们直接这么去写 那我们costal.log一下data 这是肯定OK的 保存 回到浏览器 点到控制台 那它会打印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看啊 往下去翻 现在我要拿到 有件营销联盟广告 视频广告 这些东西 其实对应的是什么 其实对应的是 每一个 对应的k值 里面这个array 数组里面的这个title 把它们拼成一个大的数组 那其实就是我们要的legend 那怎么做这个事呢 就需要我们对data 做一个循环 那我们就要写for light by in data 然后呢 constitem 等于data下面的i OK 这个时候大家看 它就会提示 有问题了 其实什么问题呢 说 你这块啊 datai的类型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所以给item之后 我这个类型 判断就会有问题 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就要让这个datai 具体的类型得有 那想要有具体的类型 你就要把这个类型 声明给它定义好 然后呢 在这去使用好 这个时候 data的每一项 其实我们知道 它都是一个costitem的数组 它就不会再去报这样的错误了 因为它已经知道 你的类型是什么了 所以再回到这一块 我们来看啊 它就不再报错了 那我们可以放到这 它会告诉你 item的值 现在是一个costitem 好 costitem也就是 我们刚才看到的 我们再打印一下这个item console 要log一下 item 保存 到浏览器上 它会去把这个 一项一项都打印出来 那么我们只要变力就可以了 怎么变力呢 我们for 或者说 item.forEach 在下面我去定义一个数组啊 来存储我们现在课程的名称 这个呢 叫做horse names 它的类型呢 是一个stream类型的数组 它默认呢 先让它等于一个空数组 然后forEach item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写 inner item 我们来看 怎么去做啊 我们先 inner 或者说 costnames 点 index of 叫做 inner item.title 我们从costname这个数组里面 去看 是否有 inner item对应的标题 如果呢 没有我们再添加到这个标题里面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不添加了 就这块呢 是有一些逻辑在里面的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我直接写了 大于 或者说 等于等于等于 负一的时候 也就是 在 costnames里面 不包含 inneritem.title的时候 那我 costnames.push inneritem.title 好 这块呢 我可以上面 consttitle 等于 inneritem 这块 我直接用title 就可以了 保存 保存之后呢 我可以打印一下这个 hostnames 保存 再到浏览器上 刷新 大家看啊 是不是我就把我数据里面的这四个东西 四门课程都找到了呀 那它其实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们下面要用的这个 legend对应的data 这这块我就可以把它干掉 写成什么呢 写成我们上面用到的这个 costnames 没问题 再往下啊 这块都不用改 那toolbox 这块 为什么 什么save as image 这块我们都可以不要它 grid呢 我们留一下 然后 这块 是周一 周二 周三 它其实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是页面下 底下的这个 x轴的横坐标 那我们x轴的横坐标应该是什么呀 是不是从接口拿到的这个 每一个k值啊 把它从字符串 或时间说变成一个具体的时间呀 那这块怎么做呢 我们也是定一个叫做times的数组 Const times 它的类型呢 也是一个string类型 也是一个空的数组 OK 循环的时候 我们这个i 其实就是时间戳对吧 那么 在做循环的时候 我只需要干什么呀 只需要times.push i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呢 用这个times 在哪用 在这块用 保存 我们再到 浏览器上 好 大家看我们的这些时间戳 就打印出来了 当然我是希望它展示的是具体的时间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引入一个moment 在这里 npm install moment 刚刚 save 回车 然后我直接写moment的对应的代码 它可以帮我们做时间戳和日期的一个转化 import import moment 我们看一下类型给什么呢 我们给一个月份加上日期加上hour加上minute就可以了 就是按月份哪一天哪一个小时哪一分钟对应的数据 保存一下啊 现在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重启一下我们的浮器 重启好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下面我们的这些时间戳对应的时间啊 就都显示出来了 那有了这些时间之后 我们现在把这些数据给它展示正确就可以了 现在这些数据还不对 我们看一下数据是怎么来的 我们继续往下翻这个page啊 这里面其实stack总量这块我可以干掉 都没有什么意义 它是计算总数的 我们现在计算的是每一个值 所以不需要这个总数的概念 我可以删除几个东西 其实类型都是一样的 干掉 那下面这块其实存的就是数据 那它的类型呢都是line 而它的name应该是课程的名字 data呢是课程的这些数目 那这块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写一下 我们定一个叫做constarray吧 或者叫做临时的一个tempdata 它的类型呢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可以写一下啊 它的类型应该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k应该是extreme value呢应该是一个number 对吧 好这块怎么做啊 我们去这么写啊tempdata 那它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存了一个个 数字 但其实我们来看啊 我们要的是不是数字啊 其实我们要的是个数组 数组中的每一项是数字 那这块其实要改一下 我们要跟一个number 这样的一个空的 类型是number的数组 这么去写才ok 然后我们去看啊 怎么去做这个事儿 那我们在循环每一项的时候 inner item的时候 那inner item是什么 我们再看一下接口返回的数据啊 show data inner item指的是这块的东西 那其实呢我要对它里面的这个东西 在做循环的时候 把这个view开发去哪网对应的数据都统计到 然后把这个react 开发减数项目对应的这些数字都统计到 那该怎么去写呢 其实也很简单啊 我们这么去写 循环内部的时候 在后面写啊 temp data下面的inner或说title 什么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那我就往里面去push 一个什么呢 叫做count对吧 如果不存在的话 我就来一个复值 等于 count 通过这种写法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想要的数据构造出来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console.log下 temp data 保存 刷新 没有开发去哪网对应的数据就出来了 没有这个react项目的数据也出来了 但是它和我们下面要的这个数据啊 还是有一点差异的 因为它要的是一个个的对象 我们现在这个对象和下面这个对象不太匹配 那我可以这么去写啊 这块我写在这里啊 怎么写呢 我们写一个in的forin的循环吧 const final 或者finst result 等于一个数组 这数组里面呢 其实我可以写一个先给一个anine类型的一个数组啊 然后temp for let i in temp data 然后result 点push 一个对象进去 这个对象里面有什么呀 有这个name type data name我们给这个i tap呢固定的就是这个line data就是temp data下面的这个i 保存 然后这块我们去用这个result就可以了 从这到这干掉 把result写在这里 保存 上面这个console.log temp data 我可以干掉它 回到 页面上我们刷新啊 大家可以看 这个时候 我们的数据 在这个表格里就完美的都显示出来了 我们不同时间段爬取到的 正在学习的用户的数量的一个折线图 就完整的展示出来了 而且我还可以勾选中显示哪个不显示哪一个 好 但是写到这儿 刚才代码还有个瑕疵 我们再来修一下啊 我们说这块有一个anine 那它的类型可以是什么呢 我们说有name 要有temp 还有有data 所以呢 我们可以定一个interface啊 拿上来 叫做 什么呢 叫做line data吧 line要有自己的名字 它的类型是一个stream类型 要自己的类型是一个stream类型 要有一个data 是一个number对应的数组 OK 保存一下 这块呢 多了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改成分号了 这块呢 interface我们有了 那下面我们改一下这块的代码 它呢 就应该是一个lan data 这样的数组 它默认是一个空 下面呢 再去写 就不会报任何的错误了 OK 我们再回到页面上刷新 行 那这节课呢 我就带大家实现了 爬取完的数据 展示到页面上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 现在整体的数据展示都是OK的 比如说现在是月26号23点59分 我们再点一下爬取 再刷新一下页面 这个时候月27号 12点42分的这个东西 就会再显示出来 那我再刷新一次 还是这个0点42 我们再点爬取 再刷 好 多了一个0点42 OK呢 现在呢 整个的爬取和展示的代码 我们写的就差不多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